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又耍我 又干什么 这次是真的 刚才从树上跳下来的时候 确实伤了脚患 我绝对不会再信你了 说实看新军操练 其实不就是你们兄弟不步 互相约嫁 一个太子配李世民这个不好惹的亲王 再加上传闻比李世民还难搞得齐王 这天下还能太平得了吗 你们兄弟三人互相看不惯 这不能找个以后私下解决吗 非要把我拉来干什么 你在那嘟囔什么呢 没什么 我再说 咱们是不是来早了 太子和齐王怎么都没到呢 齐王一向迟到 拖着太子便一起晚了 他大男人出门每次都要说说半天 来练兵场是看新军操练 又不是给他比武招亲 先前选和亲公主 怎么没给他选上了 真是可惜了 来了 齐王 久等了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早就听闻齐王李元吉 为人乖离交叉 看来果真若慈 夜的色 豫迟将军可愿交我这个朋友 行贼先秦王 若是能一举拿下齐王 那于军群龙无首便不足为君 所以为确保万无一师 或提议由玉池将军 秦将军 看来你发现了呀 如果你想尽快回现代 就不要多事 如果你举报了我 我会让你时空重启 杜大人 你怎么在这儿 你果然还是发现了 你果然还是发现了 比我想的早一点 玉池将军 当年你我随秦王四处征战 战局多变 朝不保夕 那日清宫宴上 你可还记得 你对我许下的承诺 我知道你是个忠厚善良之人 但夺地之路一旦开始 便再也无法回头 看着我 等所有事情结束了 我有话跟你说 我这是在哪儿 怎么了 媚娘 媚 媚 媚娘 明天 媚娘